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23日 阿根廷取胜时拿久稳 本周五清晨 阿根廷将在主场与巴拿马上演一场有益赛的较量 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阿根廷金账获胜毫无悬念 阿根廷在2022世界杯上一路过观展江 最终登上最高领奖台 利安努美斯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新一代球王 综观阿根廷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给球迷印象最深的就是团结一致 为了完成利安努美斯的心愿 全队上下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 这在过往的阿根廷国家队内是少见的 此次与巴拿马的友谊赛 是星科世界冠军和星科球王的初次亮相 而主帅史卡朗尼也将包括利安努美斯在内的 绝大部分世界杯员班人马再次召入国家队 在保证了球队实力的同时 也能满足球迷们再次目睹世界杯冠军的风采 不出意外的话 史卡朗尼应当会在上半场进前主力 力争半场取得大分比领先 然后下半场换上后背出战 这样与羽雄长均可兼得 巴拿马世界排名60开外 反观是一对手阿根廷世界排名高居第二 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不言而喻 而且巴拿马还缺席了2022世界杯决赛周 只因他们未能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区外围赛中出现 而军场是接近1.4球的后防线 也是影响球队战绩的主因之一 此番与攻击力强悍的阿根廷过招 巴拿马城门失守相信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 对比起阿根廷此次33人的大名单 巴拿马却只征召了20名球员 其中多达16人为国出征次数在7次或以下 并有6名球员是首次入选国家队大名单 他们对这场比赛的不重视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 金杖的比赛地点是在阿根廷的首都 相信巴拿马也会成人之美 不会演砸了星科世界冠军和球王在家乡父老面前出亮相的好戏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